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兩位嘉賓,上星期時間關係 關於環保投資,我們沒有再深入探討 或是我們今天開始時,先談談環保投資 C3,我見尊欄曾經提及過 中國在環保方面,有領先優勢 為何有信心? 你認為中國是否真的可以繼續領先下去? 我見美國國務卿自己說 開氣候會議時,提到美國想在議題上取得領先地位 但他提到太陽能、風力發電、電池、電動車等環節 其實現在中國是領先美國 有七成的專利都在中國的手中 他認為要在這方面加強投資 但美國要在這方面加強投資 所以沒有中國那麼有利 中國現在是舉國之力去做 中央領導人已經把這個環節看成是未來中國 而是持續發展必然要做的環節 所以他可以撥多些資源 而事實,都做出成績 我們在香港,十年前 香港的天氣都灰蒙蒙蒙 主要都是因為珠山角 很多廠廠的廢氣,吹了下來 但最近這兩年,其實是藍天的日子多了 最初做的時候,我都替他擔心 對廠廠的環保要求高了 對排出來的廢氣,要經過濾濾 吸收了那些有毒氣體,才讓他出現 成本是高很多 很多廠是做不住要折 但他堅持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淘汰了一堆藥 留待那些競爭能力強的那些 另外,他是有補貼的 即是做哪些事,國家認為 做這些事,對長遠發展有利 他會免稅,亦會叫國企非光顧不可 大陸政府,即使不是國企 例如,我見他對地產商提出要求 地產商很聽話 都會在新的建設,加入環保構思 因為大陸企業,都需要政策去配合 但這些事,在美國是難做很多 美國是限制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要企業做這麼多,增加成本的東西 不是每個人肯增加的 推動起來比較難 美國企業,面對環保問題的做法 就是將一些生產線搬到大陸 他就不用理會了 但搬到大陸,其實美國的消費 就靠大陸生產的時候,產生環保 中國要面對這些事,解決環保問題的能力 反而提高了 美國逃避 找了別人去做 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反而弱了 現在他說,要將工作機會搬回美國 如果將工作機會搬回美國 所以美國將來要面對 現在在環保上,要計算碳的單位 有些國家,排出來的量化碳過多 要減排 排得少,不是排得少 要吸納的 變成一個商品,可以買賣 所以將來,如果排得多 其實經濟上的負擔也會增加 所以接下來,在這方面各國都要 因為現在美國,本來特朗普不玩 現在都回來玩 所以全世界都要玩 不玩,地球很快會玩完消耗 所以接下來這方面,都是一個競爭劇烈 大家都想起到一定的作用 亦都會有相關的政策 對做減排,或吸納碳善氣 這方面的政策上會有 資源方面會有 所以都會形成市場上的新公司的成立 新的競爭模式的成立 可能對股市都有影響 這要豪德去講 師先生,剛才提到 國家或更高層面 一定要做環保的事情 或是人類層面 但企業,以我理解 仍要接受補貼,才可以環保投資 賺到錢 其實企業在這個角色裡 是否對企業盈利 甚至乎股價在環保的生意有幫助 剛才師先生提及過 過去十幾年 在中國大陸 很多相關代替能源產業 由於未有規模 技術未能發展 一定要透過一些政策補貼去做 例如風電、太陽能項目 如果當日靠整體成本 其實與燒煤無法相比 因為燒煤,中國大陸有很多 所以叫人們選擇 燒煤發展最簡單 但過去這段時間 補貼,隨著行業的發展規模較大 有部份已經能夠達到 頗有競爭力的成本 明顯地,現在就是太陽能 因為現在全球 大部份的超過九成太陽能相關生產鏈 其實是在中國大陸 超過九成 超過九成 所以規模夠大 其實現在 一個大規模的太陽能項目 因為它最大成本 因為它不需要燒煤 只要一開始 將整個Solar Farm建造後 其實就是固定成本 現在能夠攤銷到一般傳統燒煤 已經差不多 因為我看到大陸的太陽能 那些廠 太陽能發電 那些是一個大平原上 或者高原上面 連駕駛車 可能要駕駛幾個字才能夠過 它有這樣的規模 它要做這樣的生產量 在生產過程中 才會總結到經驗 如何可以減少成本 做得多工多藝術 發現除了減少成本 亦有創新 所以本來太陽能 是屬於補貼驅動 即是靠政府補貼來推動 最近已經發展成創新驅動 透過創新技術改革 令到它的成本降低 可以與其他能源作一定的競爭 例如你發展到不用補貼驅動 等於你已經可以借市場機制去做 這也是在大陸才能夠做到 浩德,有不同的環保板塊 除了剛才說的再生能源 還有沒有板塊是值得留意的 或是公司值得留意的 如果大家關心碳排放當中 大家要明白 雖然中國暫時是碳排放最大的國家 而當中產生碳是兩個最主要的途徑 第一個就是發電 所以利用傳統的燒煤 轉到天然氣、光復 即是太陽能、風電、水電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方向 而當中提及過,太陽能由於成本 受惠於過去一段時間的規模、技術、物料提升 其實已經是一個比較能夠 在正常的經濟競爭下 能夠賺錢的項目 所以市場的興趣較大 除了發電 另一個比較重要的控制碳排放 就是交通 因為現在很多人用來開車 其實碳排放很高 這是牽涉到我們之前說的 新能源車 相關電池的技術 這也是一個在碳中和底下 市場當中,比較能夠直接受惠 本身,不需要透過補貼膠 公司企業平均 能夠受惠於這個大方向 施先生,你認為 環保會令到企業有成本額外支出 中國作為生產最大國 持續高環保的比例支出 你認為會否影響製造業 而之前出現環保要求時 立即有影響 我朋友在東莞,有些工廠都捱不住 最初是靠搬去環保要求 沒有那麼高的省份 去一些城市 尚未全國都開始高 唯有透過創新、改革才能做到 現在中國用潔淨能源 主要是風力、太陽能 水力都是潔淨的 但水力、起水壩 應對外轉達,及太陽能 成為風力、太陽能 早期風力比太陽能更多 太陽能的技術突破,已經超越了風力 風力加太陽能,差不多到中國發電,差不多有兩成 一般其他國家,達到五成都算高 所以相對經驗豐富,有積累 雖然影響未必想像中那麼大 說起創新,藥物都有很多創新 所以肺炎、疫症都受到控制 近來,即使有疫苗出現 某些國家都是創新高的確診 例如印度 施先生,你認為印度的情況,會否影響全球經濟復甦? 你相信印度再爆發,會令股市受到影響? 我自己看,印度的疫情,未去到頂峰 已經30萬元一日 美國有時期,都接近30萬元 但印度有13億、14億人 美國只有3億多元 印度人口,是美國的4倍有達 美國高峰期,也有20多萬元一日 另外,印度的醫療、衛生的狀況 沒有美國那麼好 經濟發展的差距也大 如果一旦失控,印度的情況,會比美國嚴重 即使美國的狀況,也有80多萬元 印度真的有機會近100萬元 如果有這麼大規模,疫苗未曾普及接種 印度的經濟,會被迫拖慢 如果沒有疫苗的情況下,要阻止疫情的擴散 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減少緊密接觸 減少接觸,有很多生意不能做 很多服務業,無法運作 所以,印度的經濟,會被拖慢 擴散出去,對其他輪郭或交往的地方 都會受影響 因為失控的情況 病毒、交叉感染、互相影響 出現異變的機會多了 所以印度有些變種病毒,是幾種混合在一起 將來,如果真是一個不幸的 現有的疫苗 即是無法治療? 無法治療? 無法治療,就麻煩了 如果這樣,當然變成第二次大災難 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流感蔓延時 都是第三波,才是最厲害的 現在世界,可能會進入第三波 這是一個風險 對全球經濟,都有一個隱憂 但現在在股市,未曾如何反映出來 因為都是局限,看印度 印度本身的經濟體,未曾去到這麼大 所以未曾影響那麼遠 但失控的情況,如果嚴重 對股價都受影響 你怎樣看?會否失控? 或者裡面有什麼危機? 雖然印度人口很多 但在整個世界舞台上,經濟或製造業的影響力 暫時未能感受到很大的衝擊 暫時大家的關心點,是在於 會否將病毒情況去到其他地方 不過,暫時大家吸收了過去一年的經驗 希望很快就分開一下 美國、歐洲有些國家,都未曾降下來 所以復甦速度,起碼比我之前的估計 可能還有一些拖延 疫苗接種的速度是很快的 這當然要多快才能夠抗衡? 這當然是一個很難的醫學問題 以色列有四成多人接種了兩劑 他們的效果就開始出現 浩德,你認為會否疫症再爆發 對某些疫苗股,生意會有幫助? 近期市場可能是巧合,但事實上 因為隨著印度的疫情開始比較嚴峻 有部份的疫苗相關,無論是香港也好 A股也好,或是美國的相關疫苗股票 股價都是向上 不論是因為印度的情況,全球接種都是全力推動 所以他們的生意,明顯地加速了 第二,如果印度再爆發 可能會將沒有需要更多變種的下一次疫苗 或者接種的情況 市場上,暫時就好像有少少炒一轉 現在疫苗賣的價錢和成本,利潤高不高? 會否有些國家控制生產疫苗廠 不讓疫苗賣這麼貴,影響它的利潤? 例如香港,其中一隻Casino 它是中國的疫苗 第一季的業績有提及 當然,由於第一季大約賣疫苗,賣了4億多 由於同時間,它用了很多的炎發成本 所以單單在第一季,剛開始接種 其實都未能為本 所以不一定有好處 你做這些東西,投資很大 你拿出來賣 可能在內地,國家有約價的控制 你賣到其他國家 現在中國就要支援落後國家 可能又要你近,要你賣便宜一點 那些是可以大規模生產的 所以你說,是否一定賺錢 都要看過才知道 其實疫苗在這段時間,定價不讓大家上升那麼高 當然,股價升得最好 就是福必泰,本身在德國公司 但其實競爭都大,即使出現的疫苗 就算現在開始有很多疫苗免費 其實都有其他預備的疫苗出現 假設接種的高峰期過了之後 疫苗價錢可能亦會有調節 因為現在有些,遲些有些更好的疫苗 你說一針搞定 你要打兩針,人家不如打一針算 我相信競爭的形勢都在演變 不是立即可以定論 因為之前那段時間,大家總之有疫苗 能夠控制到情況 經濟能夠重啟 所以疫苗的供應選擇亦都少 所以定價的情況 同現在供應越多的時間 大家都明白,價錢可能會有變化 所以疫症的前景,終於難料 例如我們錄影的星期五 港股突然大跌了五百多點 浩特,你認為是甚麼原因? 是否因為擔心疫症爆發 或是有其他原因,中國經濟或其他問題 如果單單是怕印度疫情 全球股市的走勢,應該是相弱 但明顯,今天港股比較弱 我覺得一個短期的技術因素 因為接下來幾天都是假期 長假期之前 大家都會覺得 由於怕長假期當中有任何突發的事 所以很多投資者有少少傾向 將自己的倉位減低 再碰巧這段時間是業績期 所以在流動性減低的時間 同樣的新聞,對於投資者牽動的情緒比較大 第二,比較明確 大家擔心一些政策上高的風險 例如這個星期 這段時間,農曆電回來 大家都很關注 因為很多所謂平台經濟公司 反壟斷的情況 阿里巴巴被罰了 美團公司已有出公告,要受調查 這兩天,騰訊也在流傳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段時間,大家都有少少驚驚地 這也是令大市的氣氛走弱 浩德,似乎認為比較短線的因素 暫時或假期 施生,股市恆指 可能上來上去都上不到 怕不怕短期會再增加? 應該技術性的走勢 不算太好 在這個位置,衝來衝去都衝不上 整個四月都在打印 這次回落,當然與內地的假期是長於香港 現在香港的股市 都蠻靠內地資金的支持 如果內地放假,那些機構投資者的活動 就會減少 沒有那邊的資金來支持 人們就會擔憂 單靠其他力量,未必撐得住 所以有些人沽貨利場,安全一點 明白 最後問題就好 在這個環境之下,投資者應該怎樣做? 不要理會他,持有貨 還是做少許操作? 我覺得,經濟或雲觀可能容易分析 政策不容易分析 具體現在大家的情況 對於互聯網經濟底下的反壟斷 究竟力度何時完結? 究竟成本多高? 但除了最近阿里巴巴的罰款 已經出現後 市場慢慢開始消化 所以,經過這段時間調整,都比較健康 但當然,勢頭在未明朗化之前 其實很難說,動力沒有之前那麼強 所以現在持有的投資者,應該看得到中線的想法 我自己覺得 以前互聯網經濟,叫Winner Takes All 即是贏了,便會被勒勒 勒勒勒,即是其他人無法做,即是壟斷 互聯網,很靠壟斷地位 去鞏固自己的收入來源 維持自己的市佔率 邊際利潤 中國政府現在的取態,是不讓你Winner Takes All 即使有能力,他都可能會 政策上,要你賺錢 以前美國,又會叫你分開幾間公司 不讓你一起做 互聯網公司之前,有那麼高的股價 那麼高的PE,與他有機會壟斷 是有關的 如果政策長遠,不讓你壟斷 你的市佔率,可能 我認識內地的公司,他們自己都準備退出 讓人們有得生存 以前,過50%都有人做 以後可能,去到50%左右,他們自己都會收債 所以內地投資,都真的要看政策 之前節目開頭說的環保,就是政策方向 反而科技股有機會壟斷之下,受到影響 但無論如何,希望在五一假期,下集見到股市升 今集時間到此 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不妨去到網頁 或YouTube Channel,多看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